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Campbell出版社和英國插畫家Joe Lodge他們合作的 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幼兒映頁操作書 那今天弟弟他在鬧脾氣 所以沒有辦法幫我們錄 那我就請哥哥當我們的小助教來 一起示範一下這套書要怎麼玩 好 那這個這一套呢大概是適合 三歲以下大概零到三歲都很適合 大概可能六個月以上 我們家弟弟就在玩就是前兩本 那他一共出了六本書 那一開始是Pussycat Pussycat What Can You See 和Puppy Dog Puppy Dog How Are You 那接下來是這個老虎洗澡的和牛吃東西的 那今年就是最近年中最新出的是 這個長頸鹿和長頸鹿穿衣服 還有這個貓頭鷹睡覺的故事 那自己都看得出來他跟幼兒的生活非常貼近 然後他的插畫風格也非常可愛 那可能有人之前買過前兩本了 那我就從最新的開始介紹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Giraffe Giraffe What Will You Wear Today 我們幫我弄一下好不好 on a windy day this tall giraffe wears a long and stripy scarf whoosh 他在一個風很大的日子呢 這隻很高的長頸鹿呢 他就 他帶了一個很長的條紋的圍巾 whoosh 就是這個風的聲音 然後 and when it rains this clever coat goat bottom ups his small raincoat splash 那在下雨的時候呢 這隻聰明的山羊呢 就把他的雨衣給扣起來了 那為什麼那個沒有上雨的時候 他又穿雨衣 然後沒有那個那種 button 因為他覺得快要下雨了 我覺得是 然後你看這隻鴨子 他在踩這個水 他穿著雨鞋在踩水 splash in the sunshine this cool cat wears a fancy floppy hat what's inside a mouse a mouse 嗯flop 他帶了這個很很可愛的帽子喔 然後他帽子裡面居然有這個 flop 對 這個頁我記得弟弟非常喜歡 因為他現在大概 我們家弟弟快要兩歲 然後他現在正是喜歡知道 穿衣服啊戴帽子啊這些概念 but in the snowstorm this poor bear doesn't have a thing to wear 他都是有押韻的 bear和wear 所以呢這個呢 在這個暴風雪裡面 這隻可憐的熊呢 既然什麼都沒得穿耶 他好冷喔 他哥哥一直說要幫他穿衣服 好 你要把他蓋住是不是 好 謝謝你喔 他說喔 好 那我們再來把他看一下 這是第二 這是今年最新的另外一本 是 Little Owl Little Owl Can't You Sleep? 小貓頭鷹你睡不著嗎? in an old oak tree beside the lake a little white owl is wide awake hoot 貓頭鷹的叫聲hoot because woodpecker's bill makes a noise as he drills 多弄一下 我們真的是這樣嗎? 對不對 那你不要 你怎麼不要拿呢? 來 啪啪啪啪啪 他的 woodpecker 他捉木鳥呢 他就這樣 一隻這個 多這個 呃 捉這個木頭 然後所以就好吵 就吵著這個 小貓頭鷹睡不著覺 那裡面有什麼東西? 木頭裡有什麼? 有隻什麼? 有一隻 老鼠 老鼠啊 好 你怎麼真的是這樣子呢? 不是這樣子 然後呢 and slithery snake is enjoying a shake 那隻蛇在幹什麼呢? 牠是個響尾蛇 牠會說rattle 他的尾巴會發出響聲 rattle的聲音 然後呢 but hi, tiny mouse you better not squeak for this little owl is hungry eek eek 這是這個 牠說叫這隻老鼠趕快躲起來 你不要發出聲音喔 因為這個小貓頭鷹現在是 牠肚子餓了 那貓頭鷹最愛吃什麼? 老鼠 老鼠 對牠是趕快堵起來 eek 好 這本書很有趣是關於 可以當作床鞭褲式讀 就是小貓頭鷹怎麼還可以睡覺呢? 那小朋友穿衣服的概念可以讀這本 然後再來是洗澡和吃東西 這就更貼近生活了 這個是今年出的作品 嗯 我們先看洗澡好了 Tiger tiger time to take a bath 那就是老虎老虎要趕快洗澡 時間到囉 Have you got dirt behind each ear? Then take a bath like tiger here Splash 你要弄一下 牠會怎麼洗澡 這邊這邊 這邊 嗯 我看一下 哥哥牠現在自己看得很開心 要不理我了 好那我 那我來 牠開始拿這個來玩 這明明是弟弟的書啊 If your nose is blocked it makes you pant blow it hard like elephant 牠說呢 如果你的鼻子塞住了 然後喘不過氣來的話 沒辦法呼吸的話呢 那你就用力的怎樣 醒一下 像這個大象一樣 好大象的長鼻子 我覺得好可愛 這個 這個好可愛 這個好可愛 Does your hair look like a mad haystack Then comb it nice and flat like yak 那這個 把你的頭髮像爛草堆一樣的話呢 你就要像這樣子 梳一梳喔 Yap的中文是什麼 我突然想不起來 這是什麼呢 我忘記了 For a shiny snappy bright white smile brush your teeth like crocodile 好大喔 喔我好喜歡這隻鱷魚喔 好可愛 他就是 可是你也喜歡鱷魚對不對 你用這邊 鱷魚在這裡 這樣 哇他擠出牙膏來耶 他說呢 假如你想要牙齒像鱷魚這樣子 亮晶晶的 那你就要很乖乖這樣刷牙喔 所以假如有小朋友 常常有媽問我說 假如小朋友不喜歡刷牙 不喜歡洗澡的話 那看什麼書呢 我覺得假如他是年紀比較小的小孩 大概一兩歲的話 不過三歲小其實這一本還蠻適合的 Time to take a bath 然後呢再來 然後呢再來 然後再來呢 然後再來呢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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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w Mu cow Please eat nicely 那這個是 牛在 他說你要吃東西要有禮貌 就是要餐桌禮節 Close your mouth when chewing food Just look at cow She's very rude 然後你呢 吃東西的時候要細腳慢咽喔 你看這隻牛呢 他 他吃了 很沒禮貌耶 然後呢 Take your time Don't rush your snack Or gulp it down Like duck here Quack 喔這隻也好可愛 他在吃水果對不對 他說你要吃東西的時候 不要這樣狼吞虎咽的啊 吃零食的時候 你不要這樣吞喔 他說你像這個鴨子一樣 他怎麼樣一吞 你看他脖子 噢 吞下去就失誤 Quack 那他就Hiccup 打了歌 Hiccup Hiccup 打歌是Hiccup 然後呢 Don't dribble when you lick your eyes Like anteater Or it's just not nice 他說你不要 你在舔這個冰棒的時候呢 不要 就是這樣流口水啦 然後像這隻食蟻獸 這樣真的很 很不好 食蟻獸是他 對 他是 Anteater 他用這個鼻子 吃蚂蚁喔 你看這裡有很多蚂蚁 然後呢 When drinking Fizzy Pop Don't slurp Or worse than that Like Piggy Burb 他說你在喝汽水的時候呢 你不要這樣子 這樣子挫 Slurp 這樣子 那或者是更糟的 像這個小豬 他在幹嘛 他Burb 他有打嗝 你喝了汽水會有氣 他Burb 打嗝 好 所以這個是關於 用餐禮節的一本 Should Please eat nicely 然後最後呢 我再來介紹 就是這個系列 其實是最 最早出的兩本 對 然後我覺得也是 呃很清顯易懂的 兩本書 很經典 那也非常可愛 就是Pussy dog Pussy cat Pussy cat What can you see 好 我先講這一本 他這一本呢 他是在講 呃 那這一本呢 因為弟弟他太常玩 都已經玩到快要爛 這個書頁中間都快要爛掉了 好 他說我看到什麼呢 你這小貓咪你看到什麼呢 他說我看到一隻蒼蠅飛過去 這是關於看 然後呢 Donkey donkey what can you hear I hear a noisy fly Budding by my ear 這首 這一本呢 就假如你熟悉那個 外文童書的話 其實會發現他跟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是同樣的巨型 那只是他的插畫 又只是更可愛的一個畫風 所以假如不喜歡那一系列的話 可以或者是喜歡那一系列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一系列 然後他說驢子驢子 你聽到什麼呢 他說我聽到一隻很吵的蒼蠅 在我耳邊嗡嗡叫耶 Budging by my ear 他就說嘻嘻 嘻嘻嘻是驢子的聲音 Rabbit rabbit what can you smell 他說那個兔子兔子你聞到什麼呢 I smell a stinky fly on a blue bell 他聞到在蘭菱草上呢 這個花 蘭菱花上面 有一隻很臭的蒼蠅耶 Twitch Twitch是抽動鼻子的聲音 然後再來呢 Sly fox Sly fox What can you taste? I taste the juicy fly and it tastes great Tastes great 他說呢 這個狡猾的狐狸 你聞到什麼 嘗到什麼呢 他說我嘗到了一隻 好多隻的蒼蠅 然後吃起來好好吃喔 Snap Snap 是他把嘴巴閉起來的聲音 用力閉起來的聲音 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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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本書雖然是給大概0到3歲 可是我們家哥哥已經快到5歲 他竟然還很喜歡玩 我們那個他一直說Snap 是因為那個他太快了他一直吃不到 一直吃不到 怎麼會這樣 好 那這一本 你看他這一本他貫穿整本書的是那一隻 就是蒼蠅 然後他不管 聽到什麼 或者是聞到什麼 好 嘗到什麼 還有看到什麼 就是關於孩子的感官 然後最後那個小蒼蠅 就被發現了 就被吃掉了 好那我們再講最後一本 其實也是第一次 剛開始出的第一本 是Puppy Dog Puppy Dog How are you 這本其實應該蠻多人都蠻過的 然後也是弟弟他小時候最喜歡看的那個印页的推拉書的其中之一 Puppy Dog Puppy Dog How are you I'm happy as a dog can be I have a bone to chew 他說呢我呢 那個小小狗小狗你好嗎 他說呢我很就很開心喔 因為我有個骨頭可以吃耶 你看骨頭在哪 你把我弄出來 喔沒有沒有骨頭 是個舌頭 吼 那是狗狗叫 然後呢 sad giraffe sad giraffe why do you cry I can't reach the tasty leaves they're way too high 這弟弟他從小 大家從可能不到一歲開始到直到現在 他每次看到這一頁他都很有共鳴 就是看到這個他就會說哭哭哭哭對不對 你會說哭哭 因為他弟弟很喜歡這個 就是這個 對傷心的 傷心的這個場景 為什麼要哭呢 他說因為我夠不著 這很高的好吃的葉子啊 太高了 竟然有長頸鹿還夠不著的葉子 長頸鹿不是很高了嗎 對 big bear big bear what surprise you 大熊大熊 你被什麼東西嚇到啦 someone ate my porridge up I want to know who I want to know who 他說有人把我的這麥片都吃掉 我要知道是誰幹的好事 是誰呢 他不會是 Goldilocks吧 Goldilocks 這也是弟弟子 他弟弟很愛這個獅子 他每次看到都說lion 那個是那個獅子之調 對 scary lion scary lion why so glum because I'm feeling hungry so you better run 他就 他就問說 那可怕的獅子 你怎麼啦 他說因為我呢 現在肚子很餓 所以你最好給我快跑 因為他要吃東西了 這一頁就是很有膠帶貼過 因為弟弟也超愛這頁 他的嘴巴每次都一直玩這個嘴巴 好啦 那就這一系列就這樣講到這邊了 就是他一共有六本 那我覺得這六本呢 就是他各自帶出一個主題 然後假如你小朋友是喜歡玩這一類推拉書的話 其實可以真的會很想要全部蒐集起來 那假如他不確定他喜歡哪一個 你可以先試試看其中一兩本 就是覺得比較實用的主題 那弟弟他小時候最喜歡看的是 就是因為當時只有這兩本 是這個狗狗和貓咪的 然後現在他比較大一點了 他很喜歡看那個穿衣服的啊 還有洗澡的 還有吃東西的 那就這樣子囉